王岐山的反对票是谁投的 会不会他自己投的 因为我们知道前段 有关于修宪的时候 也有两票反对 有人说是王岐山跟习近平投的 因为真的敢投反对票的人 大概也会担心 会不会被有关担心局去调查 是谁投的 因为可能都有秘密录影 甚至也可以查出指纹 所以我认为或许真的是 习近平跟王岐山自己投的 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不要全部通过 可能让人家觉得 就变成套命图章了 或者是就是太过做作了 就是感觉是不够多元 或许是有这个情况发生 但是我觉得现在比较麻烦的 就是说中共整个制度体制 本来是例如说 国家主席有任期制 那可以做十年 现在变成取消了 那就无限期做下去了 那王岐山本来我们看到 在十九大的时候 他七上八下 因为六十八岁要下来 所以他没办法成为政治局常委 那我们知道王岐山 是习近平的打贪腐的左膀右背 所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当时 是很想让王岐山留论 但是没办法做到 但是看到几个月之后呢 还是让他能够成为国家副主席 那打破了这个七上八下的这样一个规定 那也就是说 如果王岐山未来也没有这个任期 副主席也没有任期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不会再做个十年或二十年呢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会面临到 就是说中共未来会不会出现 像毛泽东晚期的这种 所谓的老人政治的出现 因为当十年二十年之后 那习近平可能都八十几岁了 那王岐山甚至已经快九十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会让大家觉得 这样一个老人政治 他的决策程序上 可能会更加的缓慢 更加的无法去面对 现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 那我觉得这是我对中共这个体制担忧的地方 第二就是你把这个过去的体制 完全乱了套之后 那如果说这个国家这个副主席 可以不必七上八下 可以做到七十岁八十岁都还可以做 那请问大学校长可不可以不要任期 省长可不要任期 大家都不要任期 反正在位者既有既得利益者 没有一个人想下台的 你说每个主管 大家都想继续坐下去 没有人想被这个火车过站 需要能够过站不停 大家都希望能够坐下去 那这个情况 会不会连带死的其他的单位 也都变成是一个老龄化呢 为什么 被人说你只有你国家主席副主席 这个没有任期 其他都有任期 这个没有道理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上行会不会下效 我觉得对中共会进入到一个老人政治 老人决策 这是我感到担心的 你说那未来呢 接下来接班人 是不是也可以做到 永远做到他想不做为止 或者做到终老为止 那接下来未来 比如说陈敏尔接班了 陈敏尔接班了 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八九十岁 那过去的这个标准被打破之后 新的标准立不起来 我觉得中共未来会面临到的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这就是这个标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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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备 这就是这个标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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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备 这就是这个标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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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备